你会不会觉得有点被捆绑啊 非听不可啊 还是你心里想坐在这里 可是我真的很想到那儿去 如果你真的很想去那里的话 没有议法禁止 不过我们听云长的话 你早说在这儿就有真事 但我也相信有主同在 今天晚上我们一定得到非常丰盛的恩利 阿们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母和感谢你带领我们 从昨天一直到现在 谢谢主与我们同在 主你在哪里 你丰盛的恩典也会在哪里 愿今天晚上不论是在这里的聚会 或者外面孩子们他们的聚集 都埋留主的同在 主要愿你的喜乐 你丰盛的生命充满在我们的中间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造就 主谢谢你继续带领我们以下的 时间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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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代当中 虽然我们大部分的人看起来 我们能够坐在这里 基本上都还蛮健康的 如果不健康生的病 大概想来也来不了 所以我们基本上看来都蛮健康的 但是不是我们外面看起来健康 我们心中也很健康 有的时候就不见得 我们今天外面看到许多的人 也许他的穿着 也许他的坐的地方 让我们觉得是很棒的地方 可是也许内心有很多的痛苦 虽然有豪宅 虽然有非常昂贵的 很舒适的床 可是却不见得有温暖的家 也不见得晚上能够睡得好 有很好的床 不见得能够有很好的睡眠 睡觉的时候 我们虽然有些外在的很不错的东西 但并不表示我们的内心 也是一个非常健康的 在一个很好的状态的地方 这个世代真的是一个 很让人觉得很矛盾的一个世代 在这里我把联合国 卫生组织也是WHO他们做的调查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这个调查说到2020年的时候 全世界有三大疾病需要重视 现在是几年啊 2018年 他说到2020年的时候 心血管的疾病 也许是心脏病 也许是心脏病 胶小牙之类的 还有忧郁症或艾滋病 这三大疾病 是全世界各处普遍发生的重大的疾病 然后呢 在2020年的时候 会造成人类失能 前十名的疾病 第一名是什么 所谓造成人类失能 就是他失去了工作的能力 生存的能力等等 的那种状态 他说 忧郁症是造成失能的 其中的排名第一等疾病 当一个人被忧郁症困住的时候 他就几乎失去了 生存或生活工作的能力 哈佛大学也同样做这样的研究 得出来的结论是一样的 讲到说 会造成人类社会 整体疾病负担的前十名的疾病 讲到忧郁症就排名第二 也就是当有这样疾病发生的时候 它会造成整个社会 就很沉重的负担 小则成为一个家的负担 大的话成为社会 更大的群体上面的负担 它会造成一个人无法工作 生产力下降 同时造成家庭跟社会 严重的负担 而且说目前呢 全世界 如果我们讲到2018年 全世界的人口 目前呢 总共大约是74亿人 然后说 其中5% 也就是 大约3.5亿到4亿的人 是会有忧郁症的问题 这种忧郁症呢 基本上 被溺到疾病的话 基本上都已经比较是 可能中度 可能是更重的状态 平均每20个人里面 就会一个人 他被忧郁症所困 所以我们晓得 忧郁症现在是全人类 是一个面对非常重大的 一个挑战 包括基督徒 更认为说 我们基督徒 我们有主神经灵都健康 是的 我们靠主是这样 可是呢 如果我们不注意 我们同样也有可能 面对到这种的压力和挑战 那我们接下来就讲 那忧郁症 到底什么原因 会造成有忧郁症的问题 这里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基本上造成忧郁症的原因 尤其像 第一个 就像家族 有些家族的遗产因素 比如说基因的问题 或者家里面 有家族的 有忧郁症的病史 这些呢 可能容易有忧郁症 这是属于家庭遗产的因素 第二个呢 他曾经遇到一些的创伤或压力 特别是我们现在很多人 就遇到了这种 丧偶啊 丧失亲人啊 失去了所爱的 或是面对人生当中 一些重大的 一些的变故跟转折 比如说 有的人失业了 或是呢 他可能换一个新的工作等等 面对到一些重大转折的时候 可能就有很沉重的心理 压力跟负担 那这些呢 就可能会 会引起 会有这种忧郁的现象 另外呢 有些人是 他的性格里面 本身就是比较悲观 所谓悲观就是 很多事情都是从负面角度来看问题 有些人一看到 他打起来的问题是 还没有盼望 哎呀 这件事情面对挑战的时候 哇 我们就想到说 哎呀 有挑战来了 就有兴奋 有的人一看到 哎呀 这件事情一来 完蛋了完蛋了 这个事情我一定做不了 很多人一开始 他就用于从负面的角度来看问题 或是他可能他的自信心 自尊心是比较低落的人 也就是 有种悲观 负面 负面情绪 跟性格的人 那第四呢 就是 有些身体疾病 造成了有些忧郁的现象 比如说 有些病 他是 比较长期 被这些疾病 长期所困的人 比如说 有些人 他可能 在 有这种 这个 心脏病 或是 有一些 比较重大的疾病 癌症 或是 有一些 一些病 在他身上 久病 无虑 这件事情都会让一个人 心情容易低落 对不对 然后心情低落了以后呢 情绪低落 我也都晓得 心情影响了 我们的免疫系统 是吧 所以就造成了 这免疫系统降低 就更容易生病 所以就成为一个恶性循环 这是 身体疾病容易造成 有忧郁症的现象 另外讲到说 其他的 还有这边 精神失调 点点点点点点 就是很多的原因 譬如说 我们说身体 包括我们的脑神经 有的时候 化学物质的失调 或是内分泌的异常 这些也容易造成 我们的忧郁症的现象 另外呢 有些人可能会 酗酒 或是有些磕药 或是有一些瘾 他有瘾在他的身上 这些呢 被这些困住的时候 如果这些事情 容易造成 他有一些 这种罪恶感 负罪感 都会让人的情绪 容易滴落 造成忧郁 好了 所以呢 这个忧郁症 他产生的原因 其实有很多 那 那到底有什么现象 刚才讲了 有些原因 到底会有什么现象 根据一般的 我们当中不知道 有没有学医的 可能有 那就是一般来判断 他是不是有忧郁症 有几个 有几个征兆 这边列出了 一般来说的九项 这九项里面有什么呢 有的人他的情绪 就是很忧郁 就是快乐不起来 大家都很开心的时候 他可能觉得 那是好高兴的 他就是整个人 提不起劲来 就觉得很郁闷 很烦躁 另外呢 兴趣和喜乐减少 也就是 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劲 没兴趣 第三呢 感觉有些现象 就是他的体重 就直线下降 但也有可能 刚好相反 体重直线上升 为什么会有 这种现象呢 有的时候就觉得 很烦的 很闷的 没事干 就一直吃 对不对 所以也会有这种 两极化的发展 另外呢 常常会造成有失眠 失眠其实这是一个 非常普遍 而且是影响很大 各位一个人一直睡不着觉 你想他的心情好不好 得起来 很烦啊 睡不着觉 很容易造成他心里面 越来越有压力 越来越紧张 越来就越妞闷 担心等等 所以 尤其是 他其实会 在失眠上 造成 他被这些困住 有的人就是慢慢睡觉 就算是睡 睡了半天 你总是睡不饱 就是在这一种 好像很低迷的状态 另外呢 于这精神运动性的持质 就是运动中变得很迟缓 还有呢 就感觉觉得没有活力 整天就觉得很倦怠 想躺到床上 但是躺完以后呢 就丢头回脑上 体力还是很差 另外 还有就是觉得 自己没有什么价值感 没有什么 就觉得自己有什么价值 这个世上 有没有我都没关系 有的人就觉得 自己的自尊很低 他的存在感 价值感很低 另外很多事情 他没有办法专注 没有办法做决断 什么事情都 没有办法专注 在一些的事情上面 所以有很多的矛盾 很多的纠结 更严重的就是 有时想到 因为觉得自己没什么价值 觉得自己很没有用 活在世上 很没有意思 就会想到 死了算 这个就是 严重的时候 都会有这种的 自杀 自杀的意念 或者企图 我不想到各位 刚才我讲的这些以后 现在看到有什么感觉 我好像有 我们叫对号入座 我有这个 我有这个 但是各位 别急 这些是有一些的正装 但并不表示你就是 通常如果判断是有忧郁症的话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更严谨的指标 那是什么呢 这种症状里面 我把它说一下 下面的几句话一起来 至少有四个症状 四个以上 所以你只有一个 你先别急 两个 也不用担心 如果四个以上 你稍微注意一下 然后呢 这四个以上的症状 持续超过多久 两周 两周 都是在这个状态中 而且呢 大部分的时间 都是如此 好像就是 大部分时间 每一天 从早到晚 大概都在这个状态里头 那个时候呢 就可能 你可能就有了忧郁症 但是各位 如果有忧郁症 你也不要那么悲观 现在如果治疗忧郁症的 各方面的药物 很多 很好 有很多的医院 很多的医生 如果我们适当的治疗 其实是可以被治愈的 我们要小的 可以完解 甚至可能变得更好 就一般的社会 医治 可以对这些呢 有些药物 可以有很多的帮助 更何况 更何况 今天 我们成为神儿女的人 我们更是有药可治 我们更是有路可走 那这是什么呢 就讲到说 我们怎么能够解决 这些问题 那这个问题解决 我们有几件事情 我们一起一起要知道的 第一件事情 我们要明白 一起把标题说一次 明白天父的心 我们为什么要明白 天父的心 这对我们这个人的身心里 能够健康起来 到底有多重要 天父的心是什么心啊 我们就要从圣经里面来看 起初天父上帝 创造我们的时候 我们是什么样的人 我们要先清楚知道 我们应该是什么一个样子 我们一起来读 创世纪 第一章 二十七到二十八节 一起来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 乃是照他的形象造来造女 神就赐福给他们 这里告诉我们说 神造人的时候 是按照谁的形象 他的形象 那形象不是什么外在的 一个头 两个手 眼睛 鼻子等等 这形象 这样的功能 我们就给上帝拿到 很多的这种 包括他会看 会听 对不对 我们这方面的形象 是按照神的形象而造 更重要的 这个形象里面 有上帝的特质 很重要的特质 也就是 神的爱啊 神的忠义啊 神的怜悯啊 等等 有很多他的特质 但是 我觉得讲的是 神造我们的时候 按照他的形象 这是一个完美的形象 所以按照他的完美的形象 所创造的人 我们也应该是个 很美好的人 对不对 所以记不记得 在创世纪第一章 神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 他花了几天创造 花了六天 对不对 我们看到他每一天 他创造结束的时候 都讲了一句话 神看的是好的 每创造完都会讲 神看的是好的 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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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 人是最后一天造的 造完以后 这一天结束 神看的都什么样 甚好 不仅好 而是甚好 完美的 为什么是这样 为什么 神造出来的都是好的 注意 因为我们的神 他本来就是好 在他没有任何的不好 任何的邪恶 完全没有 在神里面 一切都是美善的 神本为善 他本为善 善就是美好 所以从他而出的 他说的话 他说的做的事 都是好的 好了 那按照他的美好 所造出来的人 所以我们人本来造出来 就是什么样 好的 也就是 这个美好 这个完全 而且神对这样的人 刚才我们看到 神就怎么对他们 神就赐福给他们 神盼望我们成为一个 蒙福的人 好了 他盼望我们成为 蒙福的人 那蒙福的具体的话 里面讲到说 人怎么蒙福 如果创世纪 你读第一章 第二章 你就看到 神给人 就很多的恩典和福分 神创造人以后 就先把人 放在什么地方 一起说 哪个圆 伊甸圆 伊甸圆是什么圆呢 伊甸的意思 其实就是喜乐的意思 是一个充满喜乐的地方 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神把人 放在这么好的地方 有充满了喜乐 而且如果你读到 上世纪第二章 就像看到 那边有几道河流 对不对 有四道河流 底哥里斯河 又巴马里河 几讯 低讯 几讯 底讯 四道河流 也就是那里 有活水的江河 丰沛的涌流的地方 活水江河 而且那里 还有很多的树 很多的树木 是什么样的树木呢 是结果子的树木 结果子的树木 那果子都可以怎么样 可以吃 那吃了以后 叫人可以得到喂养 得到生命 得到动力 所以那是一个充满生命力的地方 有活水江河 有生命树 所以如果在那里 人按照神 所安排的一切的美好的 愿意顺服主的带领 那我们就持续地在这个恩典里头 在蒙福里头 你就在那个好 那个美善 或说一个健康的环境里 好 所以我们晓得神 不能盼望我们 我在那样的人生的光景里面 他盼望你我 健康 跟你旁边就准备说 神盼望你健康 可惜 好景不长 好景不长 创新第三章以后 我们就看到 人选择 我不要听上音 是不是 人就选择听撒旦 吃神 吩咐说不要吃的 结果 人拒绝了神 去走自己的路 我们就看到 人就离开了 一定 人就离开了 活水的江河 人就离开了生命树 结果 我们看到人 活得真心 亚当要汗流满面 才得虎口 然后夏娃 要受生产之苦 所以各位姐妹 你生产之苦的时候 是谁让你变成这样的 都是夏娃 都是亚当 好了 我们就不说他们了 我们就回过他们 看我们现在 天父起说 他的旨意是这样 虽然人离开了神 因为罪使得我们 与神隔绝 因着罪 我们就落在这样的 痛苦的人生的光景中 身 心 灵 都落在受折磨的状态 是不是 那我们怎么办 天父的意思是 那样的美好 那我们怎么办 所以感谢主 神拆了谁来了 我们就看到 所以我们要看到 耶稣来做什么 要明白 耶稣来的使命是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把这几处经文 读一遍 阿拉伯福音一起来 康健的人 用不着医生 有病的人才用得着 我来不是找医人 还是找罪人 福家福音 人子来 不要寻找 拯救世上的人 福音 我来了 需要教养 的生命 并解决了 更空性 简单的说 耶稣来 就是要把我们这些 远离神的人 我们落在那个不健康的状态中 我们落在悲惨的时候 折磨的状态中 把我们找回来 然后重新赋予我们 属神儿女已有的生命 把我们恢复过来 所以耶稣来 祂要赐给我们有生命 而且这个生命是什么 更丰盛的生命 请问这个教会叫什么教会 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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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 赐给教会 这么好的名字 让我们就 就名福其实 我们既然在这个教会里面 让我们活的生命 是更丰盛的生命 阿们 好了 这个生命是从神而来的 从神爱起耶稣基督而来的生命 各位 刚才讲到说 耶稣来的使命 就是要我们恢复过来 那你怎么知道 耶稣 真的在做这件事情呢 耶稣是这么宣告的 那祂是怎么样的 去活出这样的生命 而且也执行这样的使命呢 我们一起来看 下面这段经文 这段经文 路加福音的 第四章的这段 是耶稣 祂开始出来服侍的时候 三十岁出来服侍 当祂来到祂的家乡 也就是祂生长的地方 拿撒冷的 有一天祂进入了会堂 然后进入会堂里头呢 就按照 他们当时的规矩 也就是祂述 进入会堂里面的规矩 就是来宣读神的话语 有人就把圣经 以赛亚书这本书 交到祂手中 然后祂把以赛亚书展开来 就来读这一段经文 这段经文在说什么呢 我们一起把它读一遍 来 有人把圣经以赛亚书交给祂 祂就打开 找到一处写着说 主的灵在我身上 因为祂有报告我 叫我传福音给提出的人 才捡我报告 所以这一段话 我们可以称之为耶稣的就职典礼的宣告 因为祂当时进到会堂里面 说这句话的时候 是刚开始 三十岁出来公开的 开始传福音的时刻 祂所宣读的这一段话 这是以赛亚书 在耶稣降生之年七百多年以前 先知以赛亚就预言了 讲的这段话 有一天弥赛亚来的时候 弥赛亚要带来的是这样的恩典来的 好了 注意看 耶稣来要做什么呢 这边有话的谢了 我们再一起读一遍 来 传福音给平穷的人 拆卸过报告 贝鲁德的释放 受压子的看见 教了受压子的得起 我们就在这里听评的这里 他讲到说贝鲁德的释放 下面说虾眼的得看见 一般来说好像身体 有病的虾眼的人得医治 然后说呢 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 这表示特别是有些人在心里 或说在他的整个人生当中是被困住的 他可能被困住在一个 心里面很痛苦的状态里头 受压制 也许是被别人罢了 或是曾经被别人欺负 或是他落在一个很挫折 很失败的光景当中 很被捆绑的 并没有很低落的人 主耶稣要把这样的人 释放出来 那个已经被恶者挟制住的 主说我要把这个被困的人 要他出来 所以耶稣来 他其实不仅是对一个人的身体 他盼望让人们能够从这个病毒的折磨中出来 他更盼望我们从整个心灵的捆绑 或者低落绝望当中释放出来 所以各位如果你仔细看圣经四福音书里面 讲到主耶稣 在福音书里面 他的所说的话 他所做的事情 如果你把它归纳了以后 你就会看到耶稣做的事情 就是刚才所说的 叫人的身心灵的意志恢复的事 在这个马太福音十一章那里讲到 各位记不记得 在耶稣出来传福音之前 有一个人 他先为耶稣啊 预备道路了 也就是耶稣开始出来正式传福音前 就有一个人在各处宣告说 天国尽了 你们要悔改 天国尽了 你们要悔改 那个人是谁啊 约翰 十喜约翰 他就呼唤叫那些落在罪中的人 或说走在离神很远的 在罪中 走在罪中之乐的人 呼唤他们 天国尽了 就表示上帝 他的作为领导了 回过头来 回改 所以很多人就回答过来 好了 各位记不记得 是什么 你怎么可以到我这里来 应该是我到你那里去 因为你是无罪的 你是上帝的儿子 神的高雅 我才应该到你面前来接受你的洗礼 你怎么到我这里来 耶稣说 你暂且许我 你能这样进出班的意 好了 我就不读出这个 重要的是 施许约翰 他在众人的面前 宣告 也告诉人说 这就是神的高雅 这就是弥赛亚 告诉他周遭的人说 你们去跟随他吧 包括他告诉他 跟随他的门徒 这是神的高雅 你们跟随他吧 所以耶稣的十二门徒里面 你像安德烈 记不记得 耶稣的门徒 叫安德烈 他原来是约翰的门徒啊 对 但是因着约翰这么说 他就开始跟随耶稣了 好了 他是一个 比任何人都清楚知道 耶稣就是弥赛亚的这个人 可是后来 世纪约翰因为 他指出当时西律王的罪 说你怎么可以娶你兄弟的妻子 怎么夺了你兄弟的妻子 来成为你的老婆 这是不对的 所以西律就把他抓起来 然后下在监里 然后下在监里的时候 一段时间之后 约翰他的心里面就开始滴落 他信心就开始又动摇了 为什么这么久 怎么这位弥赛亚还没来救他 各位你想会不会有这种的感受 我是上帝的仆人 我也指出了 我也做了最重要的事 我应该是蒙神眷悟的人 怎么现在落到这个监狱里面 到现在都不来救我 所以他就拆迁了 原来跟随他的门徒 就告诉他们说 你去问 去问他说 就是问耶稣说 你到底是不是 到底是不是尼赛亚 还是说 我弄错了 我们要另外等别的 然后耶稣怎么回答 那个来问他的人 我们就看到耶稣的回答 要注意看耶稣怎么回答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一起说 请 就是下子看见 学之心中 长大把握的决心 从此听见 死人复活 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 各位画线的地方 其实我讲了 里面有关于 弥赛亚的证据 也就是耶稣说 他是弥赛亚 他提出了六项证据 再仔细看 那六项证据 瞎子看见 学子停走 请走 长大把握的决心 龙子听见 死人复活 请问这跟什么有关 神医 这跟医治有关 最后呢 就求人有福音传给他们 在所有的证据里面 竟然没有一项跟政治 跟军事有关 弥赛亚本来当时的 以色列人很盼望 弥赛亚来做什么 来做王来救他们 所以他们很盼望 弥赛亚是一个政治上的 军王 盼望推翻西律 或是赶走罗马帝国 他们盼望能够恢复 大卫王朝时候的荣耀 所以很盼望 弥赛亚是一个 在政治上有作为的 或是在军事上面 很有能力的 或是能够改善 他们经济环境 生活条件 没想到耶稣跟他们说 你去告诉约翰 把这些告诉他 他就知道了 如果是这样的天理 弥赛亚 我现在回去跟我的老师说 弥赛亚是这个 他不会觉得 他不是弥赛亚 弥赛亚怎么会是 做这么一点点事情呢 但是耶稣却告诉他们 他来是做这样的事 而且各位你要看到 在四副因素里面 讲到耶稣 才行了许多的神迹 其中记载在圣经里面 记载了37个神迹 这个神迹里面 我上面写了 有四分之三 关乎什么 跟一致有关 瞎子看见 穴腿行着 长大 老师的洁净 龙子听见 对不对 耶稣行着这些的神迹 四分之三 都是跟一致有关 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 耶稣不论到哪里 我们看到 马太福音九章三十五节 耶稣走遍 各城各乡 在会堂里教训人 宣讲天国的福音 又医治各样的病人 所以看到这个 就是隐含那个什么信息 我不用讲的太复杂 不用讲的太复杂 简单的信息 耶稣来说什么 耶稣来医治 简单的说 也就是医治 恢复 他会怕我们 被恢复过来 这个恢复 不是只是说 身体的恢复 我们的病和医治 但是各位 我们今天 不论是什么病 今天我们祷告主 没有我们得医治了 小的才感冒 得医治了 那大一点 可能是开始得医治了 但是各位得医治之后 永远不会生病了吗 还是会了 是不是我们今天 在世上活着 只要我们还在肉身之中 我们所有的病 这个病得医治了 以后 还是很可能会生病 对不对 因为我们在肉体之中 这肉体本来就是 很脆弱的 本来就不是完美 会生病的 它是有限制的 所以今天主要医治我们 告诉我们 哎呀 我们病可以得医治 代表 在它其实没有难成的事 但是这不是最终的目的 神盼望我们得医治 是盼望我们整个的灵魂 要得医治 我们的心灵要得医治 有的人外面身体好了 病得医治 可是心灵的问题 没解决 这还是不健康啊 所以我们今天要晓得 主盼望我们得医治 所以要晓得啊 这边讲到说 瞎子看见 特别包括我们心灵的 在心灵的状态里头啊 各位 既然看不到神 那你怎么知道有神啊 我们虽然肉眼看不见 可是我们又相信有神 这需要很大的信心 对不对 所以就不是我们用肉眼 或是我们肉眼的眼睛 还听到主跟我讲了什么话 那这叫做证明有神 许多的时候 主要让我们属灵的眼睛打开来 就包括 你看我们读圣经 如果我们过去不信主 或是我们信了主 但是我们没有经历他 我们没有真实的来经历神的时候 虽然是白纸黑字的圣经 每一个字都会念 但是 你合起来问是什么意思 你就是搞不清楚 对不对 所以等于是 我们外面的眼睛是明亮的 可是我们心灵的眼睛是 是瞎的 看不见主话语里面的奇妙 看不见神圣经里面的那些亮光 所以记不记得 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的 那一天 当天 他在白天的时候 他 往一马五四 因为有两个门徒往一马五四去 记不记得 这件事记载在路加福音24章 耶稣复活以后 有两个门徒往一马五四去 一边走就一边谈论 然后耶稣就 这位复活的耶稣就靠近他们 走在他们身边 然后就问他们说 你们在谈什么 他说 你怎么不知道 耶路上发生什么大事吗 什么事啊 然后就讲到说 那位耶稣 就是他们 也是连所盼望的 那位弥赛亚 被定死在十字架上 然后说 人家还有人 今天早上 有些妇女说 她复活了 怎么回事啊 他们百事不得其解 他们很困惑 他们很忧愁 圣经上告诉我们说 他们很忧愁 耶稣就跟他们说 哎 你们心线得太迟钝了 然后就一边走呢 就一边跟他们 讲解圣经 然后把先知书啊 把诗歌说等 就有关于弥赛亚的事 就跟他们讲 一边讲啊 那两个人听了 哎呀对啊 是哦 对以前 圣经上是这么说 我原来是这个意思哦 对哦对哦 就一路听他讲 讲啊讲的 就讲到了 到了尼玛乌斯 然后太阳 我们看到就下山 快下山 哎呀 他们到了 哎呀 看到耶稣还往前走 我们一起吃饭 一起吃饭 听耶稣讲的实在是 哇 太有亮光了 对不对 他们那时候还不知道 跟他们走路的是耶稣 耶稣复活以后的样子 跟他原来是跟他一样 他们那时候也完全也想不到 耶稣从死里复活 他们听到耶稣讲的说 他会从死里复活 但是他们很难以相信 说真的能够复活 因为他们看到耶稣 实在是自家当的惨状 那个是死透了 那是不可能还可以复活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怎么想的 会想的 跟他们在一起讲话的是耶稣 等到耶稣到了一般五十 然后进到跟他们一起吃饭 然后在掰饼的时候的 一拿起来出现 他们忽然发现 这是他们的夫子 忽然 耶稣不见了 避开 所以他们两个对话说什么 啊 这书啊 难怪 他们跟我们讲圣经的时候 哇 我们是这么火热 我们是这么有亮光啊 就发现以前读圣经啊 白色黑色都会念 但是不晓得是什么意思 现在这个话语一解开发出亮光 他们属灵的那个眼睛开始亮起来了 哦 原来圣经是这样说啊 然后他们也赶快回到耶路撒冷 把你相信告诉其他的门徒 然后别人说 是的 就像我们显现了 但我主要忽然出现在他们中间 注意啊 出现了以后 如果你读路加福音24章 耶稣那个时候就开始继续跟那些在场的门徒 跟他们说话 说什么 就再一次 就继续地把圣经里面 不论是诗篇 是先知书 把诗里面的这些人 摩西五经 律法书的 就向他们解开来 圣经上告诉我们说 耶稣就开他们的心窍 使他们能明白圣经 他们属灵的心窍开始打开 灵里面开始苏醒过来 他们开始能够看见 以前他们原来看不见 读经 他们可以读出以前读不到的量 各位 其实真的是这样 以前啊 我真的有跟各位讲 我在20岁的时候 当我开始认真的读圣经 我真是大量的读啊 大量的读 这就是你的很多 累积在我里面 但是我为了要更多地明白 圣经里面所讲的 有些我觉得很困惑的 我也去买了很多书 然后去弄清楚 所以我脑子里面有蛮多的 属灵知识 累积在我里面 其实好不好 其实蛮好的 可是不知不觉 我就专在圣经的 知识的研究的里面 如果问我圣经正要那样的 包括神学的 包括解经的 都可以跟别人说的 头头是的 可是我有很多的领受 其实啊 都是从书本上得着 书本是很重要啊 眼睛很重要 可是我很少直接 在我的面前读圣经 让圣灵来光照我 我其实有很多的亮光 是什么光呢 叫做借光 就是二手的 就是别人的亮光 然后我读了以后 就变成我的亮光 是不是 可是我们不能只停留在这个层面 其实主有很多的话语 他很盼望 让我直接在他的面前 能够安静了 然后靠着主 赐给我的圣灵的智慧 帮助我能够读出来 他现在要我明白的 很多很重要的话语 所以一直到后来 我就经历到被圣灵充满了以后 我就发现 我后来读圣经 有很多的经文 是当我愿意在主面前 安静说 亲爱的主 感谢你赐给我宝贵的圣经 现在我要来查考 思想你的话语 求主帮助我 让你的话语解开 发出亮光 使我能够明白过来 天天来帮助我读 封住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当我就这样的凭信心 在主面前 把自己交在主手中 请圣灵来帮助我读的时候 虽然同样读一本圣经 可是那个时候读到的亮光 常常是我过去 从来没有明白的 或是我过去读了以后 这里面相互的关系 主就帮助把它连起来 那好多好多的亮光 就不断地出来 所以我讲的就是 各位当我们真是能够 与主相遇的时候 圣灵真的能够开启我们好多 我们过去封闭的 属灵的眼睛 或是我们的灵觉 过去可能很迟钝 但是当圣灵苏醒我们的时候 让我们可以更多的明白过来 也包括我们对主的认识 我们的信心都会提升起来 灵命就开始强壮起来 逐渐的更加的可以成为一个 在灵命上面更加丰富健康的人 各位遇见耶稣真的太重要了 遇见耶稣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 他的灵命的状态 我特别是讲的 包括刚才说的这些 有些人 他落在那种忧愁啊 绝望啊 或是没有出路的 那种人生的那种光景里头的人啊 在这样的人 人生当中 其实真的会造成很多的低落 情绪低落 对不对 但是当时我面见耶稣 他真是可以改变 一个人他整个人生的状态 在我们读了四福音书 有一卷书叫做约翰福音 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啊 就讲到耶稣有一次带着门徒 他们经过了一个地方 那地方是撒玛利亚人所住的地方 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 跟以色列人是不往来的 因为撒玛利亚人 如果我们读到 这个世纪上 这个猎王纪下就晓得说 那些人他们是当年 以色列北国 被亚述帝国灭亡以后 以色列人被俘虏到外地去 然后亚述帝国呢 把外族的人迁到他们住的地方来 来一个移民啊 大调动 所以后来进到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呢 那些外族的人 跟留下来的一些以色列人 后来通婚 生下来的那些人啊 当然就是撒玛利亚人 对不对 对犹太人来说 看不起他们 认为他们系统不纯 所以他们不往来的 可是耶稣 他就到了那个城里头 到那个地方啊 有个叫做一个井 叫这个雅各井 那个镇啊 那个城调的叙家 耶稣就在那里 那个时候 耶稣在井旁就遇到了 有一个妇人来 各位都记得这件事啊 那个妇人 她来到耶稣那里 她其实是来打水的 请问 那个时间是什么时候来打水 身体上常是中午的时候 为什么那个时候来 通常如果打水啊 太阳呢 特别是妇女啊 都希望啊 皮肤不要晒太黑啊 那个时候啊 纸外线太小啊 那时候呢 不晓得纸外线 这种事啊 总而言之就是 一般人不会在那个时候来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这个人他不受欢迎 为什么呢 耶稣跟她对话的时候 就讲到 这个妇人 她已经有几个丈夫了 现在跟她住在一起的是什么人 不是第六个丈夫啊 是跟她同居的 耶稣就指出 她的一个背景 她一定知道是谁啊 第一次见到我 既然知道我的一切的事情 她就知道遇到先知了 然后耶稣后来 就跟她讲了一番话 也就跟她 就帮助她来认识神是谁 然后告诉她说 你喝这个精灵的水 你喝了还会再渴 就像你的人生 你是不满足 你换是换去 你还是不满足 但是你如果喝我所赐的水 我所赐的水 要在这个人的里面 在接受的人里面 成为全员 你只会永到永生 哇 当他听到以后 他的生命开始有盼望了 然后再听到以后 就讲的其他的事情 他真是知道 他遇见神了 遇到弥赛亚了 所以讲完以后 他就把那个水罐子放下来 就回到那个这里头 然后就对着其他的 这些城里面的人说 你们快来看 我遇到了 弥赛亚了 我遇到了基督了 弥赛亚 好了 这个人怎么会这样的改变 本来他是很自卑的 人家根本不想让他靠近 打水 人家会看到 傍晚来打水 看到他来 你怎么来 你怎么来 等我打完水 你再过来 可能很多人很排斥他 所以 他可能也是很孤单的人 虽然外面看起来 好像很坚强 可是那里面其实很受伤 而且每一次的婚姻 都造成他心中 很大的伤害 很大的破碎 他自己也很痛苦 别人看他 别人也很排斥他 所以这样的 在人群中不受欢迎 自己也觉得 是一个很糟糕的人 可是遇见了耶稣 我们看他的人生 就不再一样 他开始亮起来了 他开始有盼望了 他的生命晓得 真正叫他满足的是什么了 所以当一个人 遇见耶稣的时候 他的生命是 不可能没有改变 不可能 不会有变化 除非这个人 他是很骄傲的 就是拒绝耶稣 一个人如果 他愿意把自己的心 开始打开来 他真是会被 主耶稣荣耀的 圣洁的 充满生命的亮光 照进来 上马来的阿夫人是这样 还有其他人也是 那些不是我欢迎的人 像有个税吏长叫撒该人 这个撒该在路加福音十九章 讲到说 税吏在当时是干嘛的 我们都晓得 他们是帮罗马帝国收税的 收税 那可不是老老实实的 按照比率说 他们的税是包税制 怎么要包税 我把耶利哥这个神交给你了 你就负责帮我收一百万 好了 你怎么收啊 我不管 你收到这一百万交过来 董家先生啊 现在呢西伯仑那个地方交给你了 这个神啊 五十万 五十万 四月底交给来 你怎么收啊 五十万 你都少不了就好 各位 当那个税吏 他领受到这个命令以后 他要去收税 请问他怎么收啊 五十万 他是以什么为导向 他以目标为导向嘛 或者目标达到了 他绝对不会少收啊 他应该是宁愿多收啊 他绝对不会吃亏的 所以税吏在当时被人看为说 这叫什么啊 游奸啊 汉奸啊 游奸 所以这些人是帮的罗马人 帮的外邦人 欺负我们的人 所以大家非常怀疏 所以在犹太人 以色列人的眼中 把税吏 跟什么人 列为同等 跟罪人 跟那些的犯罪的人 就是 你这个职业 其实就是一个 犯罪的职业 就是这么定罪这种人 所以你想想看 这样的人 虽然他可能很富有 可是 人们跟他们 是很白斥的 更何况 他不仅是税吏 杀该是什么人 他是税吏 税吏的头啊 所以他更肥啊 是吧 他更是被讹杀了多少 那我都详细的心情不说 各位 如果你一夜的时间 我盼望 你再好好仔细看 路加福音十九章 后来 耶稣来到了耶利格 当时 很多人都在那里 要看耶稣 都在那里迎接他 大家都要 靠近他 那这个杀该 他虽然人家很讨厌 他不让他靠近 可是他很想看耶稣 可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 杀该 请问他长得 那个身材如何 很矮小 对不对 身材矮小 他能挤在那边 会不会说 对不起让 让我看到 会不会让让他 别人听到 别人还没注意到 别人让 让 卡位 对不对 我就不让你看 除非有些人 就讨厌他 是的 他不受欢迎 所以他那时候 到哪里 能够看得到耶稣啊 爬到树上 爬到树上去了 爬到树上去 我们可以想象 那身量很矮的人 爬到树上 本身就不容易爬了 虽然很有钱 可是爬到树上 那样子 也不是很体面 对不对 可那些躲在树上 反正别人没看到 我只要看到耶稣就好了 没想到耶稣 走啊走啊 走到那个树下 杀该 杀该 快下来 杀该 本来躲到那里 也不知道 这下 哇 超高超重了 心想 耶稣说杀该 快下来 他会不会想到说 我今天找你算账 照理说应该是吧 你讹杖了 多少年的同胞 今天我来好好的 我来审判你了 你说不是 杀该 快下来 今天我要坐到你家去 我有没有听错啊 坐到我家旁边的时候 有没有听错啊 他怎么不坐到我们镇长家 他怎么坐到我们传利赛人的领袖家 那些有祭司的身份的人家 你不知道他是干嘛的吗 别说到他家去 到一个我们觉得人生已经很 这个是一个烂人 我们如果今天用这种话来很熟悉的话 是人家认为是个渣男 是吧 渣男 这个 很糊涂了 这个人不知道 不知道逼了多少人 修理人家里面 这个付不出钱来 随便家里面 卖人都有可能啊 他可能逼了人 做了很多很恶劣的事啊 没想到耶稣竟然说 我今天做到你家去啊 耶稣进到一个 在人看来是毫无可取之处 或是说人生已经很恶劣 很烂的一个人的生命当中 然后就进去了 那这天他进去以后 跟耶稣跟他谈什么话 圣经没有记载 详细记载说什么 只记载说 他们从撒该的家书出来 出来了以后 撒该说什么事 撒该真的住人面前说 我若我要把所有的一半 分给穷人 我若讹诈了谁 我要还他四倍 这一个过去是讹诈别人的人 这点说你骗人多少 你就还多少 他说我若讹诈谁 我要还他四倍 四倍是在律法里面 所讲道的 他怎么会这样的 变成这么的虔诚 他怎么变成这么样的谦卑 他怎么样会做这么样的 人们想不到的这么棒的一件事 因为他遇见了谁 他被光照了 他那是黑暗的人生 开始亮起来 这一个过去远离神的人 开始他起来走回到天父的家里来 他心里的眼睛瞎眼的开始打开来 过去走错道路的人 如今瘦了一个瘦子 可以走回到主耶稣的面前来 他如今恢复光明 所以弟兄姐妹 遇见耶稣真是非常的不得了 好了 我们过去 其实是我们读圣经也读到 我旧约里面讲到大卫 圣经讲中的大卫王 那是以色列整个民族中 他们觉得是最自豪的一位君王 那是大卫王朝 是以色列最辉煌的一个时期 而且圣经上 就把以色列所有后来的君王 他的好还是不好 都以大卫做标准 效法他主大卫所行的 那就是好王 大卫是这样的一个 被尊崇的一位王 好了 大卫王朝的大卫曾经在 有一段时间之中是很悲哀 很悲惨的 当时在他前面那个扫罗王 做君王的时候 我们晓得扫罗记录他 就要追杀他 他就追逃亡在旷野 逃到旷野去的时候 他能够到哪里去呢 自己就这么落魄 虽然情况很糟糕 可是大卫 他却是一个 一个很有领导恩赐的一个人 很多走投无路的人 就来到他那里 什么人会到大卫那里 各位晓得大卫 后来不仅成为以色列 以他为标准的君王 而且他也预表了 后来的耶稣基督 在他 在很多方面预表耶稣 各位 他来到 到他身边的是什么人 在撒末尔记上 二十二章 讲到当大卫 他被逼迫逃亡的时候 有一些人来投靠他 那些人是什么人呢 世界上说 受窘迫的 欠债的 心里胡闹的 我再说一次 受窘迫的 一起说受窘迫的 欠债的 还有心里苦恼的 心里苦恼的 那就是 那在心里面很受伤的 我们说人生很没有盼望的 很绝望很痛苦的人 这些人 走投无路的人 他们就来到谁面前 到大卫那里来 各位其实大卫是圣经里面 也是预表耶稣基督 非常重要的一个人 所以我们讲的 耶稣是大卫的子孙 有没有 后来耶稣来 就是这样 寻找拯救 世上的人 就好像 各位你我 如果我们就是人生当中 我们很低落 很没有盼望 我们各方面很失败 都觉得人生弄砸了 我们各方面都觉得很羞耻 我们过去受了很多的伤害 我们很多方面搞得一团糟的人 但是当我们来到耶稣这里的时候 弟兄姐妹 主耶稣要做什么事情 他要来恢复我们 所以那些 刚才讲的说 受窘迫的 欠债的 心里苦恼的人 后来跟随大卫 大卫就带领他们 那些人后来成为 都成为以色列 开疆拓土的英雄人物 那些人来到了大卫那里 他们被恢复了 他们被成全了 他们的生命看到出路了 他们找到他们正确的位置了 他们的生命开始亮起来 弟兄姐妹 也许你我们人生当中 我们可能都坐在某一种光景里头 也许是过去 也许是现在 也许是将来可能也会有那种 可能有跌倒的时候 永远不要忘掉 我们有耶稣 就一定有路可走 有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 生命 这条道路不仅是天父那里的路 而且因为有耶稣 我们一定有路可走 我们有盼望 好了 所以这是耶稣 赐连我们的生命 那我现在很快 那你怎么拥有这样的事 你怎么样能够有 耶稣只赐给我们生命 我们把标题来读下 一一起说 让耶稣进入里面 请问耶稣现在有没有在里面 有 如果你还没有 你一定要邀请耶稣进到你的里面 是一位完美的 健康的 美善的 满有丰盛的生命的耶稣 祂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来 祂可以使我们开始逐渐地活出这样的生命 所以第一件事情 你要让耶稣进到你的里面来 阿们 耶稣进来 我们一起把下面的句话来 都一起说 使你拥有新的 永恒的 丰盛生命 而且 为你人生掌握 横向生命 心境界 所以这第一件事情 也要让耶稣进来 那耶稣进来 之后 第二准备 我们很多人信主了 有耶稣 但是 我们有生命了 对不对 那有没有活出 很丰盛 感谢主 我相信越来越丰盛 对不对 可是你怎么样的能够越来越丰盛 这里面我们就要来看到 如何的拥有一个健康的生命 把标题请读一遍 来 要与耶稣紧密相连 祂是生命的源头 各位 如果你要活出 有生命 而且是丰盛的生命 你得跟生命的源头连在一起 如果我们今天时候 有了耶稣生命 但是之后 我们就跟耶稣 主耶稣谢谢你 也赐了我们生命 从此以后 我成了感恩的心 继续走我自己的路 可以这样吗 就好像 我们现在原来在一个树上 连结于这个树了 如果你要让这个树 你要让你的这个枝子 我们今天成为一个枝子 树枝 这个枝子要结出果实来 你得持续地留在那个树干上 对不对 如果今天与这个树干分离了 我们就成为什么 就很不干吗 我们讲到耶稣基督 我们今天在基督里面 我们都成为 这个耶稣基督身体里面的一部分 我们就成为肢体 对不对 肢体必须连在身体上 就才能够得到血液啊 各方面养分的供应 才能够发挥它的功能 如果这个肢体离开身体了 请问是什么体力 尸体 尸体呢 跟我们有时候不知不觉啊 我们好像就行尸走肉 你知道吗 当你离开主的时候 你真的会成为这样的一个人 外面看起来好像是活的 可是你里面是死的 你的生命离开主 其实在灵里面是会枯干的 所以我们要记得 我们不仅要拥有生命 而且是丰盛的生命 这个丰盛的生命 必须一直连结在基督的里面 所以为什么我们每天说 天天QT啊 也就是灵修 独准的花园 清静主 每天一开始的时候 我先来到主的面前 恢复与主的关系 亲爱的主 感谢祢赐给我新的一天 主啊 帮助我从祢的话语中得亮光 我得着祢话语亮光的光照 得着祢活泼生命 灵凉的喂养 活水的滋润 帮助我灵命健康 带领我来过得胜的一天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Amen 然后来读主的话语 然后我们读了以后 主啊 感谢祢 主啊 祢今天赐给我的话语好宝贵 主 谢谢祢提醒我 主啊 祢帮助我按照祢说提醒的而行 让我遵循祢的话语 谢谢主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Amen 好了 我们每天一开始 我先进到主的面前来清静祂 我先进到主的面前 我们常常讲说进入漫内 漫内就是圣所至圣所 来到主的面前清静祂 进入漫内清静祖 然后呢 我出道营外 跟随主 因为我们不是永远都在这个密室里啊 我们每天还要出去面对世界 还要面对好多家事 还有很多工作 还有很多的侍奉 就这么多的事情 你还要面对很多的人啊 各位 如果我们要面对很多人 你怎么样的造就人 你怎么样面对人的时候 你有智慧做各样的判断 是正确的判断 你说的话语 能够造就别人 能够带给人 有活泼的盼望 带给人有亮光 带给人有希望 各位 如果我们没有先与主连接起来 我们就没有办法供应别人来 是不是 我们自己都枯干了 这这么软弱 我们怎么去把别人扶起来 那是不可能的事 如果是这样子做 我就越来越痛苦 就像我昨天讲的 我服侍着到一个地步 哎呀我就发现 这么多的事情 到时候我都变得枯干了 可是外面好像表现的 好像还很刚强 其实里面虚得很 所以在中心间 祝你去赦免我 祝我需要你 我需要你 也是恢复于主 有美好的关系 当圣灵更新 充满我的时候 让我里面再一次地被恢复 能释放 让我灵里面活过来 这个时候 我身边不断地被更新 我再出去服侍的时候 真的是不一样了 所以我们真是要 保持与主 有非常好的关系 天天QT 清静主 然后我们 我们出道以外 跟随主啊 让我们保持与主 有很好的关系 而且呢 各位 当我们与主 紧密相连的时候 不仅我们灵里面 可以保持 就源源不断 灵凉 活水的供应 而且呢 而且 要懂得 你愿意 跟别人去分享 你愿意把他所领受的 用来去服侍 能够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甚至去运用 主赐给你的亮光 运用主给你的提醒 你去运用顺服的时候 因为你给出去 运用服侍 愿意 能够分享 结果会是什么呢 我们把标题一起读一遍 来 出去与人分享生命 愿人下 愿风向神 各位朋友看到这个地图 这是什么呢 这个是耶稣时代的巴勒斯坦 就真的以色列 耶稣时代的地图 我们看到 上面 在上面最小的小小的湖 你不提 旁边下面的湖 下面有一个 有一个像心脏形状的湖 请问是什么湖啊 就是加利利湖 圣经上都说加利利海 然后呢 下面 最下面的就是 更大的是什么海 沿海 沿海 或者死海 好 这两个海哪个大 死海 一看就知道 那死海很大 死海 它的面积比加利利海大多了 如果我们今天去死海 我们晓得死海 就是颜色很高 所以根本就没办法 有生物能够在当中生存 所以我们说 那是没有办法 这是一个死的 死海 如果你用观光的角度来看 死海其实很漂亮 在那个阳光底下 蓝天 阳光照射 你看到那个海 那个颜色 蓝蓝的 很漂亮 我去过 但是虽然看起来很好看 里面却没有什么 这两个海 这人看来面积差得这么大 可是小小的家里也很厉害 他却是一个充满生命的 里面有许多的鱼 对不对 所以有很多的渔夫在那里打鱼 耶稣的门徒里面 有一半 差不多一半的人 他们原来是在那里做什么的 做渔夫的 怎么那么多渔夫 因为鱼多嘛 鱼为什么多 因为那里有养分啊 那里有生命啊 那个水 是有很丰富养分的 那个水啊 是怎么来的 上面我们知道 从北边 黑门山的 那个雪 融化了以后 就流流流流 流到了加利利海 然后呢 它有出口 照理说啊 这个出口 这个水就越来越少 是吗 可是它的水流出去以后 它水上面还源源不断的进来 所以始终就是有很多的水 而且是充满生命力的 死海 很大 接受了一大堆的水 有没有出口 没出口 所以 它成为 没有生命力 各位 今天我们也是一样 如果我们今天领受主 很多的恩典 领受主 很多生命的话语 主赐给我们 诸般的恩赐 亮光 激励我们 造就我们 那我们却没有用来服事 服事主 在教会中服事 没有用来去造就别人 结果是什么 我们知识就越来越多 你知道吗 你不去服事 你头脑会越来越大 我都懂了 身体上这个我知道 那我知道 可是你都没有去经历它 你没有去运用 结果 你真的会成为一个死海 脑袋支持很多 可是你却没办法真正造就 你可能很容易定罪别人 因为你懂得很多 那是错的 你讲的合乎圣经 那不合乎圣经 分别善恶 很行 可是你去做什么 就做不出来 又成为法律赛 你知道吗 法律赛就是这样 文士就是 懂得很多圣经 知识 可是活不出来 这叫做死海 所以你光是从地图 你就知道 给出去 分享出去 有出口 多么的重要 所以我们心力充满了 主编我们的丰富 你口里说出来 去激励别人 你去行动上 去服侍别人 各位你越出去 你就越活泼 灵里面就越兴盛 就越佳的 有力量 所以 你只告诉我们 一个原则 世人都是拼命抓 雅各以前 抓抓抓抓了一堆 对不对 抓了以后没有平安 抓了以后 得罪人 抓了以后 生命反而很糟糕 可是 当一个人开始 愿意给出去的时候 很奇妙 一个人开始有出口 神就把恩典 开始倾倒在他的里面 所以你看 这段经文 我们一起读 来 你们要给人 救命都给你们了 并且用十足的舍头 原有家 神经下流的 道道在你们的外里 因为 你没有什么 良心 良心 你没有什么 良心 良心 因为你要成为一个健康的 基督徒 我现在要说 你不断地要清净 主与主 紧密相连 然后呢 我帮你成为一个 真的给出去 去服侍 走出去 不论是你的时间也好 是你的金钱也好 我们讲的说 奉献 十一奉献等等 主告诉我们 住在他里 你就走吧 如果你不走 你永远不知道 什么叫做丰富 你也永远不会 接约到什么叫祝福 神就赐福给他们 刚才讲 创世纪一开始 第一章二十七节 神造人要赐福给人 你怎么领受啊 如果你不把你的心打开 如果你不愿意 按照主的路来走 你就永远经历不到 那个祝福 祝福就是主 告诉你什么 你就走吧 我求主帮助我们 学会这个功夫 我也相信 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 很多人早就在经历了 但是我盼望 我们有丰富 还要更丰富 主的丰富 它是没有限量的 就是帮助我们 向主大大的敞开 把他给我们充满 我们充满了 让我们成为 更多人的祝福 我们越给出去 主说 他就更多的 把更多的上肩下流 连摇带暗 就怕你不够 就多多的 赐在我们生命当中 我愿主赐福 我们的教会里面 我们就收神的儿女 我们活出主 他丰盛的生命来 我们不仅是神的 王子公主 我们要活出 他真的丰富 我们不是徒有虚名 而是生命的见证 那无论到哪里 我们就成为 主荣耀 复活 复活 丰盛生命的见证人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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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讲一道 亲爱的主 我好感谢你 我们人生都好枯干 我们都有好多的 软弱跌倒失败 许多的时候 我们活在过去的 痛苦跟伤害中 我们很多的时候 一直背着过去的包袱 我们放不掉 我们也不知道 该怎么样脱离 但亲爱的主 我好感谢你来找我们 你来找我们 你帮我们 挽回过来 让我们可以听见 你的声音 让我们可以看见 你笑脸 帮助我们 主啊 让我们看到 你赐给我们的丰富 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主 你就让我们 存在一个单纯的心 愿意转向主 我们愿意转向主 每一天生活的一开始 让我们先来到你的面前 进入到你的施恩座前 与主紧密相连 以至于我们可以 源源不断地 得着你苏联 丰盛生命的供应 让我们得着了 不仅刺激蒙恩 我们要成为 更多人的祝福 主我愿意恩待着教会的 每一个弟兄姐妹 让我不仅拥有你 丰盛的生命 而且我们要成为 复活丰盛生命的宪证人 愿主继续地带领我们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弥陀 阿弥陀 谢谢大家